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還可以舞台的右上角 可以選擇你要指定的一個顯示百分比 那這邊可以選擇你要的一個 比方說800% 它就可以放的非常大 那當然畫面就會馬上呢 就會呈現一個 縮放的一個情況 有沒有像這樣的話你可以放的很大 那這邊可以叫800 就放到這麼大 那這邊可以直接輸入你要的數字 如果你是屬於直接要輸入這個數值的話呢 最多呢可以去輸入到2000 好按下Enter 它可以放到這麼大 這是它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檢視的一個數值 那麼除此之外呢 我們可以Ctrl加3 全物件或是Ctrl加2 全影格舞台影格的一個預覽 那這邊還可以選擇 我們要的一個格線的一個編輯 或是尺規 那我們不妨呢先把尺規叫出來好了 這邊點選之後呢 可以選擇出我們的尺規 如果我們再按一次的話呢 可以把尺規呢 去完整的把它叫下來 像這樣子再點一下 可以把它收起來 如果說我們這樣可以重複的開關的話 你就重複點擊它就可以了 那這邊呢會出現一個L型的一個部分 這邊呢左上角 Adobe所有的一個舞台呢 或文件的歸零點都在左上角 所以你可以針對它來重新設定你要的一個 那個歸零點的一個位置 那當然你可以直接重新這邊選擇我們要的一個導覽線 好利用它呢可以拉出水平跟垂直的導覽線 這一點的話是說Adobe的一個功能呢都是一樣的 你如果有直接再選到這一條導覽線的話 好直接用我們的一個黑色箭頭就可以了 好就可以重新改變我們這個導覽線的位置 好去針對它來去做這樣一個調整 去放置你想要的那個位置的一個中心 那如果不需要的話呢 你當然可以逐一的逐條像這樣子 把它按著它拉上去 進行一個收合的一個動作 但是如果說你有好幾條的時候 你要一條條收的話是一件蠻麻煩的事情 所以同學就可以到我們的檢視下面呢 選擇我們的導引線 好這邊呢就可以選擇全部清除我們的一個導引線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鎖住 有時候我們導引線是需要被做定位的時候呢 如果你一直去做不小心碰到它的話會被移動 好那如果有時候導引線的顏色啊 你覺得跟你的背景顏色太接近 我們也可以選擇編輯導引線的一個選項 這邊顏色你可以再去做個點選 比方說我們換成黃色 好那這顏色就非常的搭配黑色的一個背景的話呢 就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清楚 這邊也可以選擇你要不要貼齊 好所以這些都可以同學可以加以 在編輯上的一個輔助工具是非常好用的一個部分 另外呢我們也可以在我們檢視功能表裡面呢 這邊可以選到我們的隔線 那麼在Flash的隔線呢 它會出現在所有場景裡面 然後用在在圖案的背後呢 出現了粗橫的一條出現的一個狀態 好那比方說我們可以選擇這邊可以顯示隔線 就看到這邊有一條出現 好那是水平跟垂直各一條 好那它通常就在搭配定位上是非常方便的 好比方說我們要進行一個對齊 比方說我們在這邊去繪製一個矩形好了 去繪製它 那繪製好這個矩形的話在移動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 你會感覺到它可以直接幫你貼齊到這個物件上面 好這是十分方便的一個功能 好點選它直接就可以去進行貼合的一個動作 那這邊呢你也可以再去選擇我們要的一個貼齊 這邊就可以選擇貼齊隔線 好你可以再把它做一個打勾 你會發現它直接就幫你吸上去了 有沒有這個這樣就把它吸上去了 所以在定位上呢是非常方便的一個功能 當然這個隔線呢也是可以再去做一些處理跟調整的 好像這邊有一個編輯隔線 我們點選這個編輯隔線之後呢 好這邊呢原來的灰白色 你也可以去做個選擇 好比方說變成是這種黃色或是 好像這種黃色的一個顏色 好或是其他比方說像綠色的顏色 好它都可以直接做一個轉換 甚至呢水平跟垂直 如果你有特殊需要的時候 你還可以去改變它的寬高 比方說我們可以打20x20像素 好那這樣的話呢你在對齊上呢又更方便 如果說你單一元件呢可能就是以20為 基本的一個倍數的話呢 這樣來選擇是非常方便的 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是壓在物件的上方 你只要在這邊打勾 隔線呢就會跑在物件的上方 好那如果說你在取消的話 預設值它是在下方 不會去影響到你一個編輯的畫面的一個效果 當然這邊也可以選擇你想要的一個 預設的一個精確度 你可以都調整它的精確度 如果這個是你很常用的話呢 不妨你還可以把它儲存在預設值裡面 那這樣的話呢就會下次打開呢 就會變成是這樣的一個設定 那麼所以說如果說這個格線呢已經使用完畢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 在一樣到檢視下面選擇格線 你只要再點選一次顯示格線 將這個勾勾取消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呢 這整個畫面的格線呢就不見了 那另外呢這邊也有所謂的場景 你可以去選擇跳躍場景 或是選擇你想要編輯的一個物件或是原件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編輯列 那這個編輯列的話 我們可以也是可以在視窗下面 選到我們的一個工具列上 這邊就可以選擇我們的編輯列 那目前是打開的 如果你把它取消的話呢 剛剛的縮放呢跟選擇場景呢就會被隱藏 所以你也可以藉由在這邊工具列呢 去隨時將這個編輯列把它點開 那這邊也有所謂的一個控制器 控制器是用來去測試我們要的一個場景 你可以按下Play 那這邊就會產生時間軸會進行延伸運用的一個部分 也十分方便 那最後我們這邊再跟同學補充一下我們的工具面板 這個就是我們的工具區 那工具面板呢你可以點選它之後 把整個工具呢拉出來 你可以去進行你要的一個拖拉 變成是橫的 也可以變成是直的 那這邊呢可以選擇一個拖拉的一個動作 那像這個就是選取工具 選取工具呢可以去選取 畫面上所有的影格 像這樣可以點兩下進行影格的選取 那影格的一個編輯呢 通通都可以用右鍵呢 可以達成你想要的一個設定的一個選項 那這邊可以選擇插入拉 或是說呢在複製剪下影格 通通都可以在這邊去找得到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選擇我們要的一個工具面板 像這邊基本上它分成這幾個類 這個就是選取類的 那這邊也有一個基本繪圖類的 像這個選取有套索拉 3D選取拉 或是旋轉自由變形都跟選取有關 那繪圖的部分的話 像輸入文字啦 或是用鋼筆工具備字曲線啊 或是基本線段基本的幾何形 都在這邊可以去進行繪製 還可以用到筆刷跟鉛筆 那除此之外呢 還包含像這種 筆刷的填色修改的一個部分 還有檢視的部分 另外最下方這邊就是它各個工具呢 有些呢還有更多元的屬性 比方說選套索 這邊還有選擇 還可以選擇我們的魔術棒 或是多邊形 通通呢都在這個工具面板裡面可以找得到 所以你要再把它收合回去的話 你可以把它再變成是一個長條狀 好這邊一樣可以拖拉它 那搬移這個灰色的一個 Banner的頭部 好把它拉過來 好放回去 那如果說它是被關掉的話呢 同學都可以在這邊 可以選擇我們的一個工具列 這邊有一個組工具列 好這邊就可以選擇你要的一個選項跟調整 這邊就有一個工具可以選擇 好它可以選擇你要的一個選項 那你像這個就目前就是關掉的 再點選一次工具 好這些選取工具就會再呈現出來 另外呢它還提供了 我們可以自己自訂一個功能表 好那比方說我們在編輯下方呢 我們可以選擇自訂工工具面板 那麼點選自訂工具面板的話 你這邊就可以選擇 你是不是可以去選擇你想要增加的一個項目 比方說你可能常用的一些上色呢 有墨水瓶 墨水瓶是上框線的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選擇油漆桶 它是上色新設的工具 如果你常需要利用它來畫圖 好那這個兩個工具呢是很必備的 你都可以呢另外呢再去做一個 目前的一個選取範圍 可以去把它做一個這樣的點選跟設定 那當然你不需要的話呢 也可以做進行移除的一個動作 完成之後按下確定 好這樣的話就可以重新設定你的工具面板 那最後呢我們可以再跟同學聊一下 另外快顯功能表是所有的軟體裡面都有的 通常它都是運用在我們的一個 右鍵裡面 所以呢我們可以點選這邊 按右鍵 好那這邊呢就會依照它不同物件屬性 像它這個是一個物件繪製的一個模式 好那我們可以針對它按右鍵 它這邊就可以有減下複製貼上啊 甚至做一些移動補件的一個選項 那如果說它本身呢已經是一個元件 按右鍵它有不同的一個內容 可以供你做選擇 好這邊也可以選擇你要導引線 或是貼起的方法 好那這樣的話可以大大呢 去節省你去做選項 或是說去做尋找工具的時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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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會 感谢观看